第二章 圣灵所赐的口柴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湘谈说话 就甚纳闷 都惊讶稀奇说 看啊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用的湘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 和住在米苏波达米 犹太 加帕多加 本都 亚西亚 弗里加 庞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那的 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克里中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格里底和亚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计较说 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彼得和是一个使徒 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四出 这正是先知约尔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显出神级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了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 骑士神级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既按着神的定指先见 被交易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远不能被死拘禁 大卫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 我的灵快乐 并且我的肉身 要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 得得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 先祖大卫的事 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 他死了 也葬埋了 并且他的坟墓 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先知 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 要从他的后裔中 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 谁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从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 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天的三千人 都横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逼此交接 剥饼 祈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歧视神级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功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 可以恒切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剥饼 成的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 得纵鸣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